有全台湾最美丽车站之称的台东多梁火车站 过年之后又再次进行修缘 即将做内部滩商区的整修工程 预计三个月的时间是工期 期盼在完工之后可以提供焕然一新 带给游客舒适、优质的旅游环境 有全台最美火车站之称的台东多梁火车站 去年初因周边环境改善工程就已修缘 但遇上七八月的暑假 接续跨年与春节假期 园区都有暂时开放 今年春节连续假期结束 将进行摊贩区的改造 因此从2月19号已经开始修缘 预计工期三个月 希望提供游客焕然一新的旅游环境 多梁火车站园区 目前是从2月19号修缘三个月 因为我们要进行内部摊贩区的一个改造 之前的摊贩区就是 因为我们部落居民都是卖一些烤肉 油烟比较重的东西 早期的那些水跟电也没有配得特别好 这是我们重新规划的水跟电 都拉得很好 也不会有用电商的威胁 而且我们的摊贩隔键会重新再改造 下次大家有来看的话 会就是换来新的感觉 我们这次的预算卷工是花了500万的预算 是用我们相互的钱 然后供期大概是三个月 为了维护园区油原品质 并以使用者付费的概念 从110年2月1号开始收清洁费没人10元 但经过营运一阵子 加上园区改造后油原品质提升 泰玛里乡工作有意将调涨入院费用 目前的入院收的清洁费是每个人10块钱 然后也收了几年了 大家就认我们的清洁费 就是有点便宜啦 但是有我们现在内部的讨论说 要不要涨价的问题 我们绝一过 就是说我们改造过的 看它的成效如何 把品质做好 然后吸引大家来路原来游客的话 吸引大家重复前面再来 不要变成一次性的玩的地方 所以创造更好的优觉 优良的环境 大家每次来玩都有不同的感受跟体验 这次乡公所动用乡库约500万的经费 主要是重新改善摊贩区的整体动线 以及优化周边环境跟摊贩区 简陋的用水用电问题 工程最快5月底就可以完工 期盼重新改造后的多辆火车站 能提供优质舒适的旅游环境 使游客络移不绝地反复造访 最终结 泰玛里乡不倒